好,我们今天来修之前那个视频给大家看的那个电视机开起来闪屏的这个海星的电视啊 我们先给大家拆看一下,之前分析应该不是背光的问题,可能是这个主板有问题啊,但是我们拆开等会来试一下就知道了啊 好,我们现在电视机打开了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再看一下这个故障现象啊 好,看到没有它这个,主要就是这样闪闪闪,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大家通过这个手里面看一下这个背光啊,这个后面的背光并没有开始闪了,说明它就不是背光引起的啊 那么具体是哪里引起呢,我们首先来测一下这些关键的电压啊 好,正在我测电压的时候没发现什么问题啊,然后我又看了一下屏幕啊,大家可以看啊 现在不闪了,那就说明它与这个屏幕没有关系啊,我看着还怕是屏的问题,还车这个编板上的电压,但是这样看来的话,呃,屏肯定没有问题啊 我们关机再起一下,看吧,关机 诶,这还没关,我按了一下这个按键又开始闪了啊 那这百分之百说明就是这个主板这边部分的问题啊 嗯,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电视机的数据啊,我想给他 嗯,这个EMMC试一下啊,我怀疑是这个EMMC问题 或者或者刷下机看一下啊,或者用,看能不能刷机 好,我们本则先软后硬的这个方法啊,我们电脑搞了个程序,搞了个U盘,我们先升个机看一下看啊 现在升机,升个机我们看能不能解决,不能解决就 嗯,可能要换这个EMMC,我感觉还是系统的问题 好,现在已经升级完成了啊,嗯,已经升级结束了,出来这个界面了啊 我们再断电啊,再来开一下机,看一下还闪不闪 好,我们再开机 感觉现在开机比刚才快多了啊 好,现在应该是,应该是可以了啊,现在 我们接上信号来试一下看吧 好,现在接上信号了啊,已经是可以正常播放了啊 图像声音都正常啊,那么这个电视机通过升级就已经修复了啊 好,天啊